其實我每次找銀幣時,我都去淘寶找一找 現在我就去找袁世凱飛龍銀幣 看看有些什麼看 嘩!都好似喔! 那些人這麼真? 究竟怎樣分呢? 他的頭像這麼真,其實很容易欺負的 那怎麼辦呢?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頻道 今天講的是LM942飛龍 這隻是MS68 看上去都好美 另外我就會講LM942A 讓弊飛龍 SP-3 LM943喬治飛龍 LM944讓弊飛龍 另外LM945讓弊飛龍 這隻是LM1027金飛龍 10元 這隻是LM1114讓弊金飛龍 這隻又是讓弊 又是金飛龍1116 嘩!這麼多幣 小村怎麼搞啊?怎麼分啊? 如果要很有條理的分 一定要弄個表 好像現在我這麼有心機弄出來 由LM914一直拉到金幣 然後又寫了人物 主要是袁世凱 我給你一個PCGS號碼 我發現有些是無效的 有4個無效的 所以 究竟真的怎麼搞呢? 要分析這隻幣的話 一定要看看哪隻最多 942是最多 有427顆 914 我發現PCGS已經無效了 如果哪位觀眾知道為何會無效 告訴我 我在Google找袁世凱 民國三年 他是這個樣子 袁世凱七分裂 都是自己的獨立見解 輪到LM925 又是無效了 不是吧 又是無效了 我們主要講LM942 這個是主幣 因為這個袁世凱飛龍實在太出名了 我做個大特寫給大家比較一下 看看 哪裏是和你的幣相似呢? 哪裏是比較不一樣呢? 細緻一點 看看哪裏是哪裏 字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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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有沒有什麼相似的地方 我一會兒講解一下 究竟有什麼秘技 可以很快地知道你的幣 究竟是真還是假 那你慢慢欣賞 以前的工藝都很厲害 很漂亮 那你小心點 現在的幣 冒這個人像方面 是冒得相當不錯的 究竟這隻幣 應該怎樣拆解 首先我建議你不要看人像那裏 首先過第一關 中華帝 這裏是很尖尖的 無論你是什麼板式 這裏都是很尖尖的 還有這裏很重要的 這裏千萬不要像那裏 這裏的圓點很圓 如果圓就是假的 這裏 這裏 這裏都是連著的 不會分開的 他拿著這裏 要連著的 有個大發現 我懷疑 而根本這裏是單眼側面的 並不會呈現雙眼的 可能後期設計者被投訴 讀眼露 讀眼露 究竟這隻幣 應該怎樣分別好呢 只要裏是 8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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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麽 正確是看《輪片》的正確 是最好 右邊的假選擇 是完全不同的 這裏是誠軒 要給大家看看價位 最后的2021年金币 460万人民币 应该是刚才的金飞龙 你看看 这货币很厉害 你心想 如果我以前认识银币 以前大手入货 入了这些飞龙 那就发费 有早知 没有乞丐 哪有这么厉害啊 你有空看我这频道 喜欢就订阅 拜拜